編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鄙比起母親的 總是有心忠忠 是啊 她更像是個 若無及時的旁觀者 刻意拘尽的旁观者遗憾 我从未将它写进我的歌 善儿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 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 当徒劳人世纠葛 兑现成风霜周折 吧 我想你了 到林老 才想到要反省负私关系 说真的 即使在回答自己 敷衍了半生的命题 沉点点的命题 他在这里 将我拽回过去 相隔终于灵眼的咒语 那些年只顾自己 虽然我的追求他无能 也无力参与 只记得我很着急 也许因为这样没能听见他微弱的假讯 我知道他肯定得意 只是等不到机会 当面跟我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若是你同意 天下父亲多数都平凡的刻意 也许你就会舍不得 再追根究底 我记得自己 等永久无畏的日子 悄然如月而至 我只顾微微的喘息 甚至没有陪他失去呼吸 一首新写的酒歌 他早该写了 写一个人词 和失去的父亲讲和 我早已想不起 吹嘘过的风景 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 用我不敢指示的认真表情 那么艰难的挣扎着前行 一首新写的酒歌 怕你笑的那个意见的笑 曾经有多傻呢 现实担心自己没出息 然后飞行星际想又惊喜 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 你来不及 他不等你 你来不及 他等过你 你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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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新写的酒歌 怎么把人心强的 让沧桑的男人 那就当水喝 当时像一场字眼的电影 说的是平凡夫子的感情 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 能有多少功名 一首心血的酒歌 怎么就这么巧了 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巧呢 我当这首歌是给她的线令 但愿她正在某处微笑看自己 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 再聊聊这颗粒 来不及说你的千言万语 下一次 我们都不觉醒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 是啊 她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 可以拘谨的旁观者 爸 且你总是安心 待在我的歌 我会把我失望 我们都不及咱们 任何本都不及则 我都不及待在我的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